保护和促进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 危机冲突此起彼伏 全球人权治理 世子更加严重 本轮八亿冲突已造成将近三万民平民丧生 近两百万人流离失所 令人痛喜 公正平等 切实有效的保护每个民族 每个人的人权 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 把维护人民利益 作为人权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人的生存权发展权 放到更加突出和紧迫的位置 反对打着人权或干涉别国的内政 遏制别国的发展 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 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 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 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 倡导对话 凝聚共识 交流 增进互建 以安全守护人权 以发展促进人权 以合作推进人权 脱善处理好人工智能 与人权等新的问题 联合国人权机构 应当公正客观开展工作 并持非选择性和非政治化的原则 同等重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公民和政治权利等各类人权 多边人权机构 应当成为各方建设性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而不是搞集团政治阵营对抗的战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